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厲害 太光榮了 真的 但是這次華語片啊 其實算是鑽足了人氣啦 因為開幕片是由來自 我們台灣的軍中樂園 那麼閉幕片呢 就來自香港的大茶飯 大茶飯女主角 真的非常非常的Sexy 她一出現那個閃光燈 那當然啊 因為她曾經是金馬影后耶 她就是吳嘉莉 今年已經五十一歲了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到底有多正了 第十九屆釜山國際電影節 十一日正式閉幕 描寫香港黑幫的電影 大茶飯被選為閉幕影片 就在導演與演員 齊先生台上的時候 一道紫紅色的閃電 當成散爆的韓國媒體的相機 自然是誰呢 原來是今年虛歲 已經五十二的吳嘉莉 來自香港的美魔女 驚艷全場呀 這隻騷子可以了 吳嘉莉堪稱是華人 英史上把騷子 詮釋到最到位的女星 從影三十多年演過無數 封城女郎角色 全身充滿女人味 每個眼神都充滿狐媚 而且她也是金馬獎史上 以三集片 勇奪影后的第一人 也是唯一的藝人啊 別以為Carrie在現實人生中 也如戲裡的形象一樣 夠男無數 據媒體報導 除了一位警司外 與吳嘉莉傳過拍拖的 也就成龍大哥 這個人娘娘呀 可香港一代騷衛女神 至今依然單身 難怪之前和她合作過 於藍神宮的影帝張家輝 都說她是香港影壇的 有無奇葩 嗯 好個心理犯嘀咕 讓Carrie單身 跟蓋文字館 一樣是天大的糟蹋 與罪惡呀 壓鬼了吧 無二風情萬重呀 報導